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欧洲疫情虽然很严重 但是经过这一两个月 稍稍算是控制下来了 欧洲人民这一两个月隔离 也是隔离的很苦 咱们这么讲 很多城市 那不比咱们中国当时城市封城松 以前不就是流传一个小新闻吗 说欧洲某个地方 人家规定 只有遛狗的时候 你能出来透透气 结果有的狗一天被遛了几十次 所有想出来透气的人 都得跟狗主人接狗 你这样才能可以合法的出来透透气 所以有时候我们倒也体谅 欧洲有的人出来游行 说要求复工复产 这不光是生活和生存的问题 对于很多人来讲 能够出来透透气 能够出来散散步 看看朋友 那也是很好的 考虑到欧洲老百姓的这种需求 而且看到了欧洲疫情逐渐被控制住了 各个国家也开始推出了解禁政策 比如说意大利作为重灾区 意大利总理孔特最近说了 到5月4日 我们评估这个疫情相对比较不那么凶险了 意大利人可以出门上街了 你可以去探访你的亲戚 但是多人的聚会还是不要搞 这对于意大利人来讲 也是一个重大利好 终于可以去探访亲朋好友了 但是人家总理说的很清楚 朋友还是不行的 你可以去探访你的亲戚 结果这在意大利就引起了一场大讨论 各大报纸都加入了 他们在讨论 到底什么人算是你的亲戚 你可以合法的去探访他呢 这几天意大利各种报纸就给出了 他们对于亲戚的定义 指导意大利人 什么样的人算你的亲戚 你可以去看他 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 可能很多人也觉得 你看我们平时生活中 有七大姑八大姨 各种各样的亲戚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 跟我们算是有血缘关系 或者说有亲戚关系呢 我们能不能也大概分析一下呢 我国古代就是很讲旅法的 我们有一个五福的概念 这个相信很多人都了解 什么叫五福呢 最开始五福是五种不同的丧福 就是说你的家族之中 如果有人去世了 根据他跟你的远近关系不同 你要穿不同的丧福去拜祭他 跟你关系越近 你这个应该更悲痛了 你这个丧福相应来讲 这个级别就越高 所以大概是五种丧福 因此我们有了这个五福的概念 后世经过不断演化 我们形成了一种亲戚的观念 什么呢 五福之内的算亲戚 五福之外的不算亲戚 那么怎么算五福呢 古人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划分 跟你本人同父同母的算一福 我们考虑着古代大户人家 有很多妻妾 有很多兄弟姐妹 那是同父不同母的 所以同父不同母算二福 跟你同一个祖父的呢 算三福 同一个增祖父的呢 算四福 同一个高祖父的呢 算五福 五福之外就不算亲戚了 五福之内才算亲戚 大家明白了吧 也就是说 你的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姐妹 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堂兄弟姐妹 过堂兄弟姐妹 三堂兄弟姐妹 这五个圈子 五个层次的人 以及他们的直接亲属 算我们的亲戚 除了这五福的 我们就不算亲戚了 当然了 我们这么复杂的血缘关系 估计讲给意大利人听 他们也不会听得太明白 而且现在意大利人 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呢 什么呢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 我可以探访亲戚 那么我的男女朋友 算不算亲戚呢 按道理讲 你男女朋友嘛 没有进行这个法定的结婚仪式 当然不算亲戚 也不能算家人了 可问题是 我们也都清楚啊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讲 你说 我们自己评估一下 你跟你男女朋友的关系近 还是跟你那个八杆子 打不着的七大姑 八大姨的关系近 因此 很多意大利人 纷纷跟政府商量 说你看亲戚都允许探访了 那我这个男女朋友 你也得允许我探访啊 逼得意大利总理孔特 前两天又出来说话了 他说这样吧 我们修改一下政策啊 从5月4号开始 意大利人呢 可以探访 跟你有亲戚关系的人 以及有固定情感联系的人 咱这么讲啊 你如果跟男女朋友 相处了一段时间了 彼此已经确定了男女关系 哎 你这个可以去探访 你要是说你在网上聊个网友 刚才就聊过两次 你非把他当做女朋友 你去探访 这个可是不行的 今天的视频 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赵旅说事 này 这就是没有吃 Had Sho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